我過去在佛學院做教務主任的時候 有一天 慶功長老 他身體有一個病痛要去開刀 去龍腫開刀 那麼那個時候我帶了一個年輕的法師 就陪他一起去 陪他那個時候是信主幫他安排一個獨立的病房 到晚上的時候 我跟另外一個法師去陪他的時候 難免嘛 年紀大了 面對開一個刀 他難免有點侃侃不安 所以老人家就把花花精請出來 他特地帶了花花精去 就是開刀的前天晚上 我跟另外一個法師就坐在地下 他就在我們前面獨搜花花精 讀了大概有二十分到三十分左右 我就發覺他沒有獨送之前心是不安定的 讀完以後他的心非常的寂靜安詳 然後他讀完以後 就練習去花花精晚上就睡得非常好 隔天開刀也非常順利 那麼隔那麼以後我經常去看他 他就每天就是除了念佛拜佛以外 他就獨送花花精 陪中也非常安詳 就這個花花精他這個文字玻璃 作為花花精每一個字 這叫什麼字 叫做清淨法界等流正法 我們讀經跟讀祖師的著作不一樣 這個經是佛陀的清淨的法身的淨切 流露出來的文字玻璃 可以說字字乾露 就是說我們沒辦法去直觀真語 對我們這個不思意境太困難 那你可以透過文字的引導 我告訴你 你就是不斷地讀一小品做小品做 這叫不思意心不思意變 如染相忍生有香氣 因為這整個文字玻璃進去以後 他會帶動我們去趨向真語 這個文字玻璃 他們起觀照玻璃 入食像玻璃 這是我自己的體驗 信公在開刀前 一讀受花花精 他心裡就突然間 產生一個強大的力量出來 就特別的安穩 破除一切的躁動 這個是讀受的功德